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我們來看黃色戰爭的精彩回放 我們就會開始黃色戰爭的Let's Play 1 現在我們先確定先加杯 這個就是我小號的小號 我們現在對上的是超奇洋 改版的超奇洋 他有四千倍 他叫大哥 我看看他的部落是國際的 看完部落 有些人是幾元 十二元 大概一年 現在馬上開始 可能我用一倍的講解 然後呢 初初就是滾木過牌 這樣 然後我用冰晶 再配合一個滾桶 然後加一個冰法 當時我手上並沒有大皮卡 所以我就是 辣了個熔爐 然後補個船 這個時候大皮卡被我洗了出來 然後在那個 熔爐被摧毀 因為我靠超奇的戰攝傷害 開了一個主塔 大家覺得很厲害 然後我再補一個電法 是因為 是因為我 我 我開了主塔 才能贏 不然最後也能贏 在這個滾桶 有人牽引不到電法 接著 野蠻人揮出一刀 說揮應該不太對 接著加一個飛虎屠夫 飛虎屠夫 接著這個屠夫 就是死的情況之下 落到一個冰晶 但是呢 它是一個 魚 被魚大師瓦解 我這裏是4費 對4費 再加個箭塔輔助 就 搞定了 我手上這樣有藍伴 其實在 蠻人騎士的對方 在哭的時候 他也是用藍伴去搞 所以我這個 就在塔前無敵位置 即是公主塔前無敵位置 落了這個藍伴 我當時猜是超奇的隊 沒錯 是超奇的隊 接著呢 如果他鏡像超奇 我皮卡也沒辦法 沒辦法 過得出來 那他就 速了 那 好了 有很大機會 掉了一塔 但是呢 他現在幾乎兩塔 是幾乎滿血的 那我怎樣打呢 這裡就加個 電殺 寶 皮卡 殺死 然後這裡 我就補了這些 什麼藍伴 屠夫 那些 即是 一些 戰節型 單位 即是 可以殺到 亡雄大軍 或者怎樣 這裡呢 就 電法 沒死 那一大波 其實他的塔 已經 燃燒 超盡了 因為 因為我有雙 屠夫 然後雙 藍伴 然後那時候呢 因為大皮卡落的時候 沒辦法擋 然後呢 光塔幫錯下 為什麼我剛才說 如果我開不到光塔 擋不到呢 如果我剛才沒到藍伴 沒有廢落 藍伴 很可能 如果我沒有開過人塔 那個塔 很可能已經掉了 所以大家呢 可以 利用這些單位 如果你手上沒有 大皮卡 或者怎樣的話 你就可以用那些單位 去 怎樣說 去牽引超騎 開到主寶 跟公主騎士 那個兵精靈 在前面 前面牽引 超騎開主寶 一模一樣的 所以 你們呢 不要 不要特別 哇 哇 超騎很難開喔 那種 那種 感覺 對了 為什麼有多些錢 現在才8級 我要升多些比較高CP值的單位 例如 大皮卡 大皮卡我只有一張 怎麼 昨天 現在請求 昨天是星期日 可以請求 史詩卡牌 那 我呢 我升級了 沒有錢嗎 是嗎 為什麼 剛才升了什麼 好 那這條精彩回放的影片 先到一段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一定可以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條 黃色戰爭的let's play 或者希姐的let's play 片再見 拜拜 拜拜